就在刚才 官方发布了战利品系统的升级改动 万众瞩目的皮肤碎片三合一重随 优先开出未拥有皮肤终于要来了 这个改动将会在14.5版本中实装 预计3月7日上线 所以各位的皮肤碎片一定要攒着 同时会下架一大批皮肤 皮肤阵容 从远古时代的红色男爵酷起 到2018年上线的近卫机甲系列 当然规避了不少热门皮肤 比如老原计划就没有被下架 这些下架的皮肤会进入重随奖持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从官网的奖持完整名单里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以上名单里的皮肤外 多追加了青年瑞兹和海克斯安妮两款限定 还有一堆上古时代的宝贝 看得出来策划还是很鸡贼的 这个改动从理论上来说 其实对于皮肤较少的玩家 提升并不是很明显 三合一脏兮兮依然存在很大可能性 但对于皮肤较多的玩家而言 提高了重随的上限 不会再像之前那样 三个已拥有的好皮肤碎片砸进去 出来一个钓鱼老贾克斯 顶多再给你一个紫门和钥匙 开了紫门发现是头像 和若干橙色精粹 总而言之 国府愿意改这个机制 也不见得是坏事 各位怎么看呢